每年的3到5月份是荔枝春象的繁殖期 草屯正工所今年提早在平林地区 以无人机喷洒药剂进行防治 强调不像化学性农药那么快速有效 好处是对人畜无害 而且对于各生长时期的荔枝春象都有效 或者是对于后续的一个管理的忽略 会对于你的收益上的问题比较好 防范是一定要专民情的 所以我们草屯正工所这次 我也来买到这个邮街 这次国立都来花放 拜托我们理事长和一些旨工 如果有看到有春象的水有在盆 有问题就是说我们请不到公里的朋友 所以说用独身机来喷的话 第一个它不会受到高度的限制 它可以喷得比较高 平林地区种植立制的面积大约有200多公顷 近年来受到荔枝春象和气候的影响收成不佳 因此公所考量无人机在农业使用的趋势 希望有效防治 不过地方建议防治期间 要和农民同步进行 并且扩大区域全面性 今年的春象有多大 现在是第二批的春象下来 都生两个 那一次生都七八粒十多粒 要适当的比较到头上 所以我说你们要放置 我说待狼人接配合 像我们阿爸是人中了 他也在做塑林经刷 所以说我们阿爸的刷有困 但是隔壁有困 他那边也会继续过来 利用这个机会 农政单位也宣导荔枝春象 相关的防治工作 以及申请补助药剂等等事项 希望降低对于农业造成的冲击 提升农民的收益 记者蔡世奇草伦镇采访报道